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人景老师 台湾最知名风水大师 中华勘语道派掌门宗师 台湾十大杰出星象命理学家 中国正统民俗风水教育协会总会理事长 中华星象意理勘语师协进会总会理事长 居家风水教科书系列作者 民俗风水教科书系列作者 风水命理性命学权威 当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呢 对一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来讲都是一件可喜可喝的大事 尤其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一些就是迎接这些新生命到来的一些仪式 约定俗成的一些习惯 那在介绍这些因生儿的习俗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演艺圈里头 最近也有艺人传出喜讯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以下的整理 艺人无尊先前上节目自爆自己跟初恋女友爱情长跑18年 已在2009年结婚 2011年生下女儿 最近又出书说小儿子也在2013年10月11日出生 事后更被媒体拍到 无尊到医院接妻儿 先报女儿下车 接着把刚出生的儿子抱回家 之后再扶刚破妇产的老婆进屋 一家四口首度曝光 不过无尊不愿意透露儿子的出生时间跟照片 就怕会有人拿出生时间去算命 预测儿子未来 难道一个人生成跟命运真的有关联吗 赶快来请教谢元金老师吧 你说老师啊 我们刚刚看这个无尊呢 他实在是很保护他的家人 你看他呢 2011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周刊爆料说 已经生了一个小 一个女儿了 他那时候是矢口否认 而且还扬言说要告这个周刊乱报道 但是呢 他呢 那个2013年的时候 就是今年他10月是说出书 自己说 他承认了 说已婚而且还有小儿子 不止有一个女儿 还有小儿子呢 他就自己承认了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说 其实演艺圈里头 结婚生子这件事情 真的是 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曝光 好像很多人都会怕见光死 因为毕竟这样讲 我们想这个结婚是人生必经之路了 对呀 那即使你在讲说实话 就是说 即使他现在没有结婚 可能你要考虑他以后 如果他今天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可能他真的想要结婚了 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 错过很多好机会 有时候到后面 其实也许就在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机会出现 第二个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演艺圈里头 他有一个部分 就是感情部分 第一 他的东西见光死 就是只要曝光之后 可能很多很多人 有一些相发音件 传了满电飞 到最后这个感情就无疾而终 第二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早期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限定 很怕说这些艺人 你的婚姻或什么感情 一旦曝光了以后 他就有点失去票房 那因此就会 即使不是 可能不是这个本身艺人 本身要保密 我想他的经纪公司也好 他可能幕后很多的人也好 都会希望他这方面 能够尽量的保密 所以说你看这个艺人 要保护他的家人 还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还仰言说要告周刊 早期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吗 台湾很多的艺人 你会发现他突然间消失在演艺圈里头 其实 当时就是因为结婚 我那时候唱这个台湾 就是什么澎湖湾的这一位 那当时非常有名 那他其实后来大家就说 为什么在他最红的时候消失不见了 他说没有办法 因为他也是因为结婚 所以不得不自己消失 所以说撇开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无尊到底是有意的炒作呢 还是说真的是保护他的家人 怕这个新闻一曝光之后 让他的婚姻见光死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因为他刚刚在 我们刚刚看那段影片当中 最后他无尊保护他的小孩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呢 他不敢跟外界宣布说 他的小儿子出生的时间 因为就是怕说 有的人会去透过命理师 来计算他的这个生成八字 来了解他儿子的一个命运 他说他不想知道 所以说老师这样听起来 真的一个人的生成时间 出生的时间 跟他的人生的命运 是不是就已经决定了八成了 其实应该讲大方向 其实在我们出生的年月时间上面 他有个定数 比如说他的出生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你会选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对象 那性格是怎么样 甚至早期的时候 还有很多部分 他可以预测在 他出生的时候 家庭周边的环境 是怎么样一个情形 那所以 其实我们讲实话 那当然 因为尤其是他住的地方 你要知道吴尊他居住地 是在马来西亚吗 那你要知道 文来 哦 居住地在文来 哦 在文来 那其实因为 有时候他在讲说 某一些地区里面 有时候这样讲 就是有一些属于巫术类的东西 他们其实很忌讳 东南亚一带 其实对于巫术类的一些传闻 都非常的相信 所以生日不给人家知道 是有一些原因的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如果你要是说 只是怕人家算命的话 其实我必须这样提 你大概几号进到医院 他其实真的懂得老师 他不用正式的时间 我大概即使算到日期 也会非常的准 嗯 所以其实像吴尊这样子 其实只抱不住火 其实应该已经有 陆续一些这个命理士 在看他儿子的一个命盘了 老师那说到这个新生儿啊 他们刚出生 我们常听到从怀孕 一直到小孩出生 其实都有一连串的习俗 到底有哪些该重视的呢 呃 首先一般来说 通常以前的人呢 因为他认为说 呃 生小孩 这个我们讲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因此生小孩来说 是家里头 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的仪式就很多很多要注意 从孕妇怀孕的第一天开始 嗯 一直到他确定出生 嗯 然后出生的这前四个月 那么除了孕妇本身要注意以外 好 家里要注意什么 还有小孩本身 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嗯 哪些呢 嗯 好 一般来说我们民间里头 有所谓的做三招 和这个所谓的抱酒的习俗 当然基本上你必须提到就是说 可能就是小孩出生的 这段时间里头 我们要跟 比如说要报纸给家人 可能保释给这个 包括可能以前的人 因为距离远啦 嗯 不像现在 打一通电话 呃 可能老婆娘家 就会知道说 啊 原来生小孩啦 什么 这喜事 其实一通电话就可以说去 嗯 那以前没有办法的时候呢 就必须 特别请人去报讯息 哦 所以说 报酒的意思就是 去找娘家 然后告诉娘家说 有这个小孩已经生了 然后呢 可娘家是不是就要准备一些东西 对对对 通常就会准备一些东西 可能给这个自己的女儿 做约纸啊 做什么可以方便她那个 那三交的意思也大概是 这个应该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刚出生的时候 那所以其实他会有一些 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 当然其实一出生的时候 其实像现在来说 跟以前比较不同 嗯 以前因为他这个 所以没有像现在户籍上面有说 啊 我一生完我 医院不好意思哦 我这个可能要 你要有这个什么 什么劳健保要有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所以现在变成说 你小孩有名字要很快出来 是 那我才能够帮你这个 做一些这个医疗上的 一些服务 所以说这个晚一点取名字 也可能也是因为 可能怕就是说 不稳定刚出生 对因为以前的环境 医疗环境不好 有时候小孩子有时候怕他这个 可能这个 长大过程里头遇到一些什么疾病啊 或什么状况 嗯 所以有时候他们取名字就排在比较后面一点点 那甚至在小孩子 他我们讲的过程里头 他后面 他可能有这个所谓的长牙齿的时候 嗯 那你要知道 小孩开始发牙齿的时候并不多 嗯 但是他开始会磨牙 会那个 所以 因此可能这个 我们这个可能一些做姑姑的啦 什么 你看姑姑也很 就一般来说 不一定很喜欢这个 我可能你的这个 可能嫂嫂 或者是那个弟媳妇 可是呢 对这个 对这个小 小朋友来说倒是特别的喜欢 一定会很很爱的 对对对 一定是自己的人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过屋 可能就要准备一些东西啊 礼物啊 去送给自己的小侄子 对 让他第一个一方面 让他 可能有一些 可能比如说鞋子啊 或什么一些小礼物送给他 对 那甚至我们讲 在早期的时候 像前面这部分 很多亲戚朋友来的时候 也会特别准备 比如说 鎖片 嗯 或者是这个小的一些 这个金饰 那么给这个小朋友祝贺 那什么是 为什么要剃头呢 剃头的原因是因为 你要知道我们的毛髮 因为如果新生儿 他认为说 古代的人认为 剪头发一开始是一件大事 是 那而且第二个是 因为透过剪髮以后 毛髮开始会长的速度会变快 嗯 会比较浓密 那所以有时候新生儿 你就说 必须这样讲 有的新生儿 你看到 一出生 那毛髮就非常的浓密 嗯 对 可是有的好稀疏哦 是 所以说稀疏的 可以剃头 有时候还说连眉毛啊 身上任何的有毛髮的地方 通通都要剃掉 对 你剃掉之后 它就会长得比较快 然后开始变浓密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特别注意 而但是剃头 而且剃头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 通常它在这一个月里头 比如说 它可能会有所谓的好的时间 嗯 和不好的时间 剃头还要看时间啊 对对对对 那一般来说 它会 可能会特别 特别选定日期和时间 来帮小孩子做剃头的一个 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也要参考 我们的那种命力了 对对 所以找出一个良辰及时 来帮小孩子剃头 对 那另外 这个部分来说 就是一般来说 通常以前会有一些仪式 因为你要知道 就像刚才讲的 小孩生成长过程以后 他在初期的时候 是最没有办法 照顾自己的 嗯 所以有时候 他就会有比较 已经长比较大一点的 这个所谓的 哥哥啊 或者是姐姐啊 嗯 那么他们就会做一些仪式 这样 比如说叫上去跑啊 然后家里人就会喊啊 比如说 哎 以传统来说 他就会认为 就是以 呃 就比如说 小朋友在这个过程里头 呃 当然因为地方洗涤部门 喊的有点差异性 是是是 那其实大部分来说 都是以这一种 呃 民间里头认为说 好像老鹰 肉鹰 这一类的一些 呃 动物 那么为形象 所以说等于就是说 喊吃消 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 吃消是一种老鹰嘛 那等于就是说 小朋友啊 在跑跑跳跳的过程中 就对他喊一些 比如说 强壮的那些动物 吉祥化 然后来 希望他可以 成为一个永健的少年 对对 那快快长大 然后 身体那个健康 然后赶快长大 然后做 将来做爸爸 好 那只是说 地方不同 像比如说 可能有些地方 习俗他们讲 叫做 骂一骂一 那意思就是说 也是一样啦 都是属于 类似相关的 哦 所以说呢 这个新生儿呢 为了迎接他的到来 这个仪式真的是很繁复 对不对 还有哪些习俗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继续来研究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从一连串 这个新生儿的 这个迎接他到来的习俗当中 就可以知道 中国人对于新生命 多么的重视 多么的宝贝了 而且中国人最具这个 传宗接待这个观念 所以这些习俗呢 可不能偏廢了 对不对 那到底什么叫做 这个做四月日 以及收盐 那这一般来说 每天习俗里头 四月日 一般来说 它其实你换成 我们一般的说法里头 你换一个角度来说 四个月 一个月大概就比如说 大概是三十天左右 对 那四个月下来 就是差不多一百二十天 其实一般来说 就是它满一百天 但是我们通常 你要说 要精细的去计算 当然不太容易 那个 所以它就大概用四个月 左右的一个说法 就是满一百天的话 那代表说 这个小孩子 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 表示说 可能这个时候开始小孩子 变得比较 比较 我们讲比较好照顾一点点 所以因此民间里头 有所谓做四月日 但是因为这个时期呢 你知道小孩子 最容易流口水 对啊 因为他的这个 还没有到那么的 那么的可能自己可以控制的情况下 而且他还在长牙齿 对对对对 长牙齿的时候 这个阶段本来就会 口水就一直流 说四个东西 你还没吃进去 那个口水已经流了满足 嗯 地方洗漱里头 有两种东西 一个叫做 一般的闽南语的说法里头 叫 鹹公拼 咸光拼 或者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它们叫做 就是收盐的饼干 太暖 那个饼 其实 比较稍微干一点点 小朋友那时候正想磨牙 是 他在含那个东西 在咬那个东西的时候 会把他的口水给吸收掉 就不会滴的到处 是饼干去收这个口水 对对 是一种 类似那种面饼型的一种东西 那也就是让他 吸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口水 所以民间里头 会有所谓的收盐的 一个这个做法 那当然一般来说 人家说 做斗 肚醉 对啊 肚醉 抓粥 那当然基本上 我们说 那他到了一定的年纪 一定的时间之后 其实有时候要这样讲 我们中国传统 当然我们讲说 你在命里八字上面来说的话 他可能可以知道说 你将来往金木水火土 哪个方面的行业 去发展最容易有成果和成就 可是你要知道 地方的话 有很多人他是没有念过书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也找不到老师 去帮他 帮我这小孩批名书 海八字 那在早期古代的时候 就透过小孩子的喜好 那么来去 可能去将来我要 可能要教他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他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让他做选择 如果你今天选算盘 也许你喜欢以后 在这个数字方面 比较 可能比较喜好 所以民间里头有一种 类似这样子 可能透过他喜好的东西来 决定以后 他可能学习的方向 对啊 因为也变成现在 在抓粥活动的时候 每次都会放一堆钱 然后跟一堆吃的 然后就让小朋友自己去选择 看他是要选择吃的 还是选择钱 真的也是有小孩子很聪明会选择钱 选择纸钞 对不对 所以老师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 新生儿的习俗里头 所以我们很多的 因为地方不同的民情 所以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 但是这大概就是 整理出来是我们 比较常见的这几种 其中取姓名 好像真的学问相当的多 所以演变出 包括在笔画 或者说生肖 甚至五行里头 对于生肖跟姓名 是不是在取名的时候 是有一些字 是有所谓的静静 好 姓名学员因为刚才提到的 门派很多 有不同的这个取法 其中有一派呢 是以生肖有关的这个组合 所以他就会考虑到 比如说我属老虎 属狗 这基本上老虎就是肉食性 狗跟猪它是属于杂食性 所以我们看一下 它最适合哪些雾手 一般来说就是名字里头 比如说像有这个字 下面就有月亮的月 有时候你的名字里头有月亮的月布的时候 对它来说就像有肉吃 是 就是有粮食 不一定要取这个字来 就是说布手 有这个字 出现这个布手 月就是谷字里头的肉 对对对 所以你说有这个月亮的月字 就像有这里面出现的这个布手一样 那它就是代表肉 所以对这个生肖来说就是加分 就很适合这样子 对啊 取这样的一个字 像大棚展示的棚啊 朋友的棚啊 都可以 对啊 苏油棚的棚嘛 是 好 那另外呢 马牛羊兔的呢 属马属牛属羊属兔的观众朋友呢 可能你们上面有这样的一个组合 比如说有这个草字布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适合它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你要回头想就是说这几个生肖里头 大部分马牛羊兔都是吃什么 吃草的 它就是它的粮食啊 是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以组合上来说 它基本先天条件就是符合它所需求的 那么会认为它比较适合 就不愁吃穿了 好 那说属 属蛇属鸡的 它的取名的时候最好有哪些布手呢 好 这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后面的这比较特别 我们看属蛇 属这个老鼠跟鸡 一般的名字里头有田字布 当然其实 蛇有草也会加分 蛇有月也会加分 但是有田 在它来说 对对对对 所以因为它基本上必须要 以前的田里跟现在田不一样 嗯 以前的田里可能有年秋有什么 那蛇在田里有东西吃 所以这三个生肖在田里头都有食物可以吃 好 那属龙跟属猴的呢 他们的适合的姓名布手是什么呢 嗯 一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如果你属龙的话呢 名字里头如果有 有两个姿布呢 因为龙是管水 所以有水姿布 所以水姿布它其实有两个部分 嗯 一个像比如说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可能城街的城 嗯 它有个隐藏的水姿布 是 或者三点水的水姿布 都算 也可以就对 因为我们古代的这个龙神是管水的 哦 所以遇水则发 对对对 所以说属龙的朋友 许多有水的这个部手呢 就第一号 第一号对不对 那属猴的呢 好猴子因为当然基本上猴子 也喜欢玩水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猴子呢 因为是 它我们知道猴子最喜欢爬树 所以猴子在森林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有木字爬 哦 因为它喜欢爬树 对对对 它喜欢爬树 有 有人有树的地方 它有栖息的地方 有粮食 有什么 然后 哎 也有睡觉的地方 那让它比较不容易受到攻击 是 所以属猴的生肖有木 也会加分 当然我们必须讲这个部分 我们只取 我们目前因为它 适合的部手有非常多 我们只取其中最好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猴子 有水 有木 有木 会加分 但猴子也居住在什么 水连动 因为猴子喜欢玩水 所以有水它也会加分 只是不同的地方是有木 可能对它来说是直接加分最多的 有木是第一号 对我们先把加分第一号的先介绍给大家 是 所以生肖跟我们的运势真的是息息相关 当然跟我们取名字的时候 包括在替小朋友取名字的时候 也要特别重视 从最新一季谢老师的节目当中 我们树风顺水团队 规划了风水小教室 跟观众来信的一个单元 希望观众朋友 有欢迎粉丝们 都可以跟我们做联系 那么赶快进入今天的风水小教室 今天的风水小教室 要带大家了解 这个老鼠东的智慧是关于哪方面的知识呢 很多人说民间有一种说法 说怀孕到出生 都有胎神的守护 那么孕妇或新生儿的床 有哪些会犯到胎神的禁忌呢 赶快请老师来帮我们提醒一下吧 好 因为在传统民间里头认为说 小朋友 孕育而成的这个时间里头 事实上一般来说 他都有所谓的胎神 那么会再出现 所以观众朋友他其实你如果说 可能如果不懂的情况下 你可以去翻翻一般的农民以上 他有个比较特殊的 是 他上面一定有一项叫做胎神站方 也就是说每一天他胎神大概会在家里的 靠近哪个方向哪个位置 那当然有些位置上面 可能你就不用去想那么多 比如说他讲可能东北方 今天胎神在东方的 也许是厨房或什么 那不一定 也就是说你只要记得今天胎神是在东方 可能不适合做什么 那我就要尽量去避免 那第二个呢 我们讲说孕妇或新生儿的床 有哪些可能会动到这个 所谓的胎神的经济 通常一般来说观众朋友 特别记得 在怀孕的过程中 我们提到的除了 除了刚才提到的 可能那些位置以外 还有一个是小朋友出生以后 那可能家里头有些位置 就是尽量不要去动 比如说家里尽量不要在 新生儿四个月内 你尽量不要去钉钉子 那不要去做一些动作 像以前来说 他会有一些说法 比如说包括孕妇可能两个同睡 他怕说可能会不会 我冲到 对 冲到或者是 对 我原来感觉 这肚子尖尖 应该是男孩 怎么生出来是女孩 所以就是有换胎的书法 对 那第二个呢 尽量不要在床上面动剪刀 或者是我们讲说缝东西 或者是绑这个 捆绑这个所谓的旧式的一些棉被 当然其实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可以用科学的角度去分析 比如说 有一些这个孕妇 她其实 我们讲说你是不适合用力的 甚至说你速度用力的时候 你可能很容易因为这些状况 导致这个胎气受到影响 所以说这个怀孕 甚至是生完小孩的这个 新生儿的妈妈的部分 就要特别注意了 对不对 有些时候真的 万一不小心动到了胎神 真的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妈妈们可要注意了 今天的观众来信是哪一位粉丝呢 我们呢在微博上面注意到这位粉丝 他呢特别 他的昵称叫做如此乒停 他问老师 他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是关于说 床的龙边跟虎边到底是以床头向床尾的方向看呢 还是相反呢 所以老师到底床的龙虎边到底要怎么分辨 一般来说 通常观众朋友要特别记得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呢 通常的床是三边围住 然后一边可以下床 所以大部分在当时这种设计的时候呢 通常他是男主 男生在左手边 女生在右手边 所以他睡的方向大部分 有就是男生会在外 可能他就是以所谓的男左女右的方式来睡 躺在床上去 躺在床上 那现在一般来说 现在的床 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五围的方式 他就很单纯 床的位置我只要摆放 就是一个床变嘛 对对对 通常你的头大部分是贴墙壁的位置 所以从床头往床尾的方向看 左边叫做龙边 而右边叫做虎边 是 简单讲就是躺在床上去看 左边就是龙边 右边就是虎边 希望呢 这个如此拼庭 这位粉丝呢 能够为您解答今天的疑惑了 如果您对居家风水 或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企业风水 或是想要提心声而取名的 都欢迎上我们的奥亚卫视的官网 微博呢去做留言 以及或者是寄email给我们 我们的制作单位都会主动跟你们做联系咯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风水 江富人 累积财富 让穷人 改变命运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